我們叫石威國際呢 也是達蘇系統20多年來的合作夥伴了 那他們有非常多的是比較以前傳統的用戶 可能是在桌機的使用桌面使用 但我們現在要協助客戶我們來上雲 那請我們的副總來跟我們聊一下 石威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那它可以解決痛點是什麼 那首先我要講說石威是達蘇系統20多年來的合作夥伴 我們有數以萬計的各個客戶 他們都大量使用這個3D的資料 但是傳統都是在桌面上來使用這些資料 所以它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其中三個最主要問題就是 我如何在這個協同作業的環境底下 讓多人一起做工作 那再來就是資料管理 因為大量的3D數據資料 需要做有效的管理才能加快設計的流程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跟費用比較有關係的 像分析的部分 桌面產品如果要使用高階的運算 它需要投資大量的這個費用在這個硬體上面 那如果上了雲之後 我就用按需付費的方式 可以很快的讓它享受到比較高階的運算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協助客戶在進行這個 所謂的數位轉型時候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所以剛才我們有特別提到 我們來克服這三個痛點 當然就是使用了達州系統的Solution 所以我們帶來Solution是什麼 我們的Solution是 今天我們所帶來的第一個就是 在資料管理的部分 我們有Innovia 它是一個資料生命週期管理裡面 最完整的PLM系統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高階運算比較有關係的 那個Semuria 對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 在我們公司底下 最主要是在雲的解決方案 從桌面到雲端的解決方案 這是我們有這個義務 要把10位的客戶帶領上雲 那在協同作業上面 我們也大量使用所謂3DEXPERIENCE 建立的雲端平台 做多人的協作溝通 那再來Innovia 就是最完整的PLM 解決方案 也是在資料管理 還有設計流程上面 提供更有效的流程管理 另外一次Semuria 那Semuria因為裡面的產品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最著重 是在雲端的運算的效率 還有我們在所謂暗需付費的方式 那可以大量大幅的減少客戶在 建制的成本 對 就可以達到我們模擬分析 非常精準化的成果 那我們進一步當然來請 我們的副總幫我們舉一下 我們客戶的應用案例 OK 首先在Innovia方面 對 因為客戶很多 但是就我們客戶來講 像我們在台中有客戶 他是全球性的客戶 他的客戶群非常的廣 那他也cover掉 全球很多的分公司 所以他一定是一個 需要多部門 多地點的 液體協同作業系統 所以在既有的資料數據底下 他們延續使用 達說的Innovia系統 所以這是最好的方式 那在業務流程上面 他們現在就必須跟這個 像ERP來做結合 所以這也是他們使用Innovia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在Simulia的話 我們的客戶應用案例 又是什麼呢 OK 以現在來講 在網通時代 我們有些客戶 他們是在做網通的連結器 那知道在5G或是無線通訊的時候 都是你看不見的 所以電池分析變得很重要 所以Simulia底下有一個CST產品 那它就是一個做這個無線通訊 以及這個電子波分析模擬的 非常高階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也是在我們的 這個達州系統的 Simulia底下的一個產品線 所以這客戶做得非常滿意 那我們知道其實 國際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顧問團隊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的客戶要上雲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給他們建議呢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相較的無縫轉移 那個石威會根據客戶的背景 還有它的需求做這個所謂的 我們會比較循序漸進的做導路 所以它大概會經過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大家先習慣 多人協同作業的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會把很多人在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地區一起工作的 這個界面先建立起來 這就是Suite Experience的平台 那接下來呢 就是怎麼樣去做資料的串聯 我們如何把地端的資料 跟雲端的資料 雲端的資料建立好之後 地端資料也建立好之後 我們兩個如何串聯起來 這樣才能夠做到所謂 無縫無痛的這個轉移 那最後一項 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系統 所以說這在平台上面 導入的方式 我覺得唯一可以馬上做到雲端的 就是分析模擬的部分 因為Similia是一群很專業的人在使用 所以說對這些人來講 他們只要能夠上雲 享受到高階的運算 對 這時候他們就可以得到他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Similia也是一個 我們客戶 其實我們今天介紹的Solution 就是可以優先導入的方案 非常非常謝謝 謝謝時薇的副總 謝謝主ные 除非 人們能發揮的 部分 warehouse 我做一個 也問她 有人已經說嗎 我是